这一期的视频和朋友们分享一家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越南菜 多起这家越南菜那真的是无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 自从我认识这家店以来 貌似他们家的顾客一直都是那么火爆的 而且处于餐饮竞争非常激烈的惠福东路这边 能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生意那真的是不简单 这家店的装修环境也非常有格调 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位于惠福东路的大头虾 有多少朋友吃过的 先走一步弹幕留言发表一下你能没感受 往后看完视频 你就知道这家店为什么那么受顾客喜爱了 以防排队 我在营业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就过来了 不过朋友们能看到 店里面几乎也做满顾客了 生意相当夸张 主打越南菜 从餐牌上面来看出品很多 感觉把整一个越南的特色餐品都搬过来了 在价格方面属于大众化的消费水平 那么现在咱们马上来尝试 他们家的餐品到底做的如何 泰式东银公汤价格78块钱 实话说这一锅汤好像挺大一锅 但实质上是汤多料少 不知道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鲜香酸辣的味道总觉得差点意思 作为检验越南菜的标准之一 我认为这道餐品真的做得中规中绝 虾的新鲜度和品质还可以 不过加起来好像是六个左右吧 这一道餐品我个人不太推荐 这一道麻油鸡价格68块钱 另外配了盐和小柑橘 以广东人对鸡的要求 它这鸡的品质早还妈妈得 不过这种做法的鸡更多的是吃它的调味 冷盘出餐鸡皮是比较嫩滑的 鸡肉略微带一点嚼劲 幼稚纹理清晰 鸡肉不会柴 不用沾盐 其实我都觉得挺入味的 它的麻油味道是比较香浓的 配小柑橘 我觉得风味会更佳 而这一道人气top one的餐品 咖喱牛腩价格也是68块钱 咖喱的味道是比较香浓的 香中带辣 带有淡淡的夜香味道 牛腩闷之酥烂 美中不足的 是有的略带皮筋 牛味是比较香浓的 不过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纯硕的牛腩 如果能用到坑满来做 那就比较完美 土豆和番薯口感是比较粉糯棉沙的 特别师傅了咖喱酱时候 味道真的很不错 这一道餐品的生活 我觉得拿来拌面包或者泰国香米 这种满足感会比单纯吃它的菜品更加过瘾 总的来说菜品可圈可点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 觉得菜品还有提升的空间 不过在广州来说 确实是一间非常不错的越南菜 而且这家电视真的很神奇 我几乎每次路过恢复东路的时候 都看到他们在大排长龙 在这里开的时间也蛮久了 能保持这种生意状况确实非同一般 朋友们如果喜欢这家电的话 可以叫我关注收藏转发视频 友情提醒 如果想要过来消费的话 最好提前拿位吧